愿你今天有个好心情 我是一游记的俊古 我现在是在陕西西安 这边是秦始皇帝林博物院 这个是博物院的正大门的logo 刚刚已经把票买过了 一张票是120块钱 今天天气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晒 但是游客也是非常多 那这边是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的正大门 现在准备进入里面 刚刚进入大门之后还需要走一段林荫小道 然后到这边还要进行第二次的验票 秦始皇帝林博物院它是包含了两个景点 其中一个就是这里的兵马俑 那第二个就是秦始皇帝林的栗山园 然后两个景区它是相隔2200米左右 是有免费的驱间车是可以坐的 那这边是兵马俑的一号坑 现在进入这里面去参观 它总共是有三个坑 一号坑 二号坑 还有三号坑 这边是右口 哇 其中一号坑是最大的 被围得根本是挤不进去啊 已经是被围得水泄不通了 等我找个缺口 给大家拍一下 一号坑为地下室土木结构建筑 东西长230米 南北宽62米 内有陶俑陶马六千余建 兵马俑造型生动 形象逼真 是中国雕塑史上璀璨的明珠 对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是人类文化遗产中极其珍贵的财富 现在已经来到了一号坑的后方了 这后方是一个出口 同时也是一个观景台 现在进入兵马俑的三号坑 你们看一下 三号坑也是比较小的 哇 这里面就比较暗了 哇 三号兵马俑坑 1976年6月发现 位于一号泳坑的西端北侧 南距一号泳坑25米 东距二号泳坑120米 平面呈凹字形 东西长28.8米 南北宽24.57米 深5.2至5.4米 总面积约520平方米 此坑曾遭严重破坏 陶俑 陶马和战车残破叫甚 坑内发掘出战车一胜 陶至五水泳68尊 青铜兵器34件 三号泳坑四维统帅 一二号兵马泳军阵的指挥部 那这边是二号坑了 可以看出现在还在装修当中 那这边是二号坑的车厢 对吧 它的游戏叫五十一楼 二号展厅呢 它的规模呢相当于是 建于一号展厅和三号展厅之间 秦始皇陵二号兵马泳陪藏坑 于一九七六年四月发掘 位于一号坑东端北侧二十米处 永坑坐西向东 平面呈曲齿形 东西长一百二十四米 南北宽九十八米 深五米 总面积约六千平方米 现在呢我是在青铜之冠展厅 看一下现在这个呢就是暑假出游的场景 想拍个照片呢都非常非常的困难 二号坑具有兵种多车辆多造型种类多和阵营形式复杂 建筑结构复杂等鲜明特点 是关于琴代军事 艺术科技发展的辉煌图卷 兵马泳是古代墓葬雕塑的一个类别 古代实行人训 奴隶是奴隶主生前的附属品 奴隶主死后 奴隶要作为殉葬品陪葬 兵马泳就是制成兵马形状的殉葬品 秦始皇历时三十九年 征集七十二万劳力 做了如此多的兵马泳 有人猜测 秦始皇是害怕死后遭人报复 好让地下军团来保护他 也有人说是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心 即使到了地下也要继续下去 不管怎么说 这么庞大的兵马泳群 一直被世人惊叹 如今用最新的人脸识别系统 检测八千多个已发现的兵马泳 都不一样 这震惊了世人 秦始皇帝林毕马泳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一游记的俊古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